一手手的老歌 波过小提琴悠扬琴声 回荡在护理之家走廊上 长者们听得开心 跟着打拍子 演奏者是慈祭之工陈秀雄 今年75岁 他不是音乐科班 年轻时在南非做生意 跟朋友学小提琴 不看谱 演奏中外名曲都难不倒他 退休后陈秀雄每个星期有四天 在台中慈祭医院跟护理之家 演奏给病患家属及长者欣赏 听了之后对他那个 精神上有相当的鼓舞 所以我才想说 用我懂的这些来做这些工作 对他们的心理帮助真的很大 而且对他们的感官刺激 会越来越好 音乐能抚慰心灵 安定人心 对护理之家的长者们来说 也是一种疗愈作用 大爱新闻张国丹国际宗 台中报道